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这是我第一只开口讲话的视频 如果中间有什么令人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我目前拥有的八条牛仔裤 其中包括三条紧身的小脚牛仔裤 四条这种宽松版型的 包括直筒裤 还有boyfriends,还有monggyms 还有一条这种威拉的牛仔裤 然后我的身高是1米58 体重是90斤 腰围是64,臀围是88 稍后我也会将我购买的这些尺码给到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个参考的作用 那么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也感兴趣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我想要介绍的第一条牛仔裤是这条纯黑色的紧身小脚牛仔裤 它是我的真爱牛仔裤之一 第一是因为它的面料硬度和弹性很适中 自身有形 不是那种铅笔裤或者快时尚品牌低价位的牛仔裤那样 那种牛仔裤弹性超强 然后死死的包在你的腿上 很容易放在你腿型的缺点 也很容易显胖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足够简单 两边在膝盖上方有两个切口 裤脚小毛边 黑色很正 再穿一双黑色的切西尔靴或者马丁靴 它会和靴子的颜色融为一体 很显腿长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味道 不褪色 不变形 我是从去年秋天入手的这条黑色牛仔裤 然后一直在穿 随便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洗 它也完全不会垮掉这个样子 89块钱来说 我觉得它是特别值的一条牛仔裤 那第四个原因就是 它的腰围 臀围和小腿围 裤脚围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适合我的 第二条牛仔裤 也是一条紧身的牛仔裤 黑灰色的 它来自Zara 但其实它一开始并不是这种黑灰色的 而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只是丢进洗衣机以后变成了黑灰色 但是很神奇的是 它的黑灰色并不显旧 就是莫名其妙的好看 它的版型非常的好 是那种第一次穿上就感觉很惊艳 非他不可的那一种 很好地修饰了我甲跨宽的问题 同时它是一条非常有设计感的裤子 裤脚是这种不对称拼接设计 侧边有两条竖项的拼接能够拉长腿部的线条 小细节非常丰富 我觉得提臀效果也是有的 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就是褪色 第二个就是 我们知道像这种黑牛是不能经常洗的嘛 但是它穿完一次以后 面料就会变得像这种软趴趴的 就没有你刚洗完那么硬挺那么包身 这条裤子我买的是259块钱 总体来说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它版型是好的 有收住我的甲跨 然后提臀效果也不错 然后设计感也是很强的一条裤子 但是像这种快时尚的牛仔裤 我是建议大家自己去到店里去试 因为这一条也已经下架了 然后他们家的裤子就是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但其实版型会有差距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去试 找到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 第三条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牛仔裤 是这条颜色超浅的 紧身小脚牛仔裤 搭配这种颜色超浅 然后又没有什么随喜的牛仔裤 我是建议大家用颜色比较鲜艳 然后比较休闲款式的上衣 比较有活力一点的上衣 暗色系的上衣 可能跟这条裤子就不是很搭 它很显身材 提吞效果不错 所以你也可以搭紧身款式的上衣来秀身材 还有一个让人比较喜欢它的点 就是它两个切口都是离膝盖还有一段距离的 像我这种一米五八的小个子穿上来都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这其实还挺显长的 它的缺点就是面料太硬 跟前面两条很解放天性的紧身裤比起来 这一条活动可能会受到一点限制 就是我下蹲的时候感觉膝盖是会绷着的 然后但是你自己想一下 那这么浅色的裤子如果面料太软的话 如果面料太软的话就其实会很显胖 好了 紧身裤介绍完了 下面是两条直筒牛仔裤 这一条浅蓝色的直筒牛仔裤 是我去年在Stradivirus买的 他们家和Bushka一样都是ZARA的姐妹品牌 但是他们家是专门做女装的 所以会更用心在产品的设计 还有材质方面 200多块钱买到的这条裤子 我觉得是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条裤子 这种浅蓝色的水洗 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 整条牛仔裤的水洗我都很喜欢 但它毕竟是直筒 中腰八九分这样子 可以显得腿直 但是不显腿长 你必须把它穿得空荡荡的 不然就会显腿粗 它的两个裤管都有大量的 类似于破洞的设计 但其实里面还有一层牛仔裤 裤脚是这种毛边设计 但其实它是缝了线的 不用担心会抽线的问题 后裤脚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破洞 第五条牛仔裤 就是它 这条纯白色的直筒牛仔裤 上个视频出现它以后 就问它的人特别的多 它是一个纯白色 而不是什么复古的米白色 然后特别显精神 特别百搭 我喜欢用它来搭各种颜色 很鲜艳的T恤 就很显精神 版型非常的好 如果我这个视频拍的不是很好 你没有种草它的话 你可以去翻看我的上一个视频 现在是涨价到69块钱 69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就是买完以后你不会后悔的一条裤子 特别是要推荐给像我这个样子的小个子女生 我一名58穿上它 能录一大截脚踝 第六条牛仔裤是这种boyfriend版型的 因为我是在实体店买的 所以很抱歉给不了大家链接 我一眼就想中了它 因为觉得它的颜色很特别 包括它走线的 它走线的这个线的颜色 我也感觉到好特别啊 但是它对我来说是太长了 然后腰也太大了 所以我挽起了裤甲还跑去改了裤头 有时候真的是因为自己太小只了 然后买不到什么衣服感觉到很烦 这个裤子裤头改完以后 莫名有一点mom gyms的感觉 到时候第二条裤子是这种 这几年因为互补风而流行起来的妈妈裤 它是一个互补蓝色 其实像这种版型的裤子啊 快时尚品牌 有ZARA啊 Topsha啊 HM啊 或者在Urban Outfit 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我老是试不到适合自己的裤子 要么是腰太大 要么是臀不对 裤子太长 所以当这条裤子拿到的时候 它虽然是味道很重 让我感觉到好像还挺廉价的 但是我舍不得退 不想退 因为至少它的三维 因为至少它的三维 还有裤长 特别适合我 如果有跟我一样在快时尚品牌找不到自己尺码的女生 可以尝试一下这条裤子 最后一条牛仔裤 是这条深色的威拉牛仔裤 其实我是一个离形身材 就是哪都瘦小 但是屁股大 大腿粗 所以我是最不适合这条裤子的人 无奈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种版型 很想尝试一下 我之前也买过其他威拉的牛仔裤 也踩过不少雷 这条还好 个是因为这条裤子的硬度 它真的是自身很有型 可以拉一拉你的坠肉 出来一个不错的线条 那种软趴趴的威拉牛仔裤 真的是一言难尽 会暴露你很多的缺点 另一个是因为长度 这条裤子我穿起来八分的样子 大概裤长我猜是85厘米 能够露出比较细的脚踝 深色的牛仔裤管中间 有两条浅色的水席 就仿佛化妆打了修容和高光一样 也是很显瘦的一个操作 今天的视频结束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还有一点点小用 一点点小用 就请 麻烦大家帮我 弹幕 投币 收藏 点赞 评论 让我的视频有更多的人看 谢谢大家 拜拜